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平家主人公莫莉是美国明尼州的一个普通的中闪阶级家的孩子 她的家庭和睦从小在父母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案中长大 她的大脑中储存着数不清的美好记忆 她能保存这些记忆还有一些一直存在于她的身体中 但是她却从来没见过的小伙伴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小伙伴就是我们人类从出生以来就一直具有的无种情绪 分别是代表开心的乐乐 代表忧愁的悠悠 天生胆小的帕帕 对什么都特别讨厌的艳艳以及脾气暴躁的怒怒 乐乐一直是作为他们五个的领头人物 他们一起让他们的小主人莫莉开心快乐地长大 直到有一天莫莉的父母由于工作原因搬家 他们一起搬到了旧金山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莫莉感到无法适应 住宿环境的脏乱 校园的陌生 以及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 都让她原来的快乐慢慢消失 乐乐之前在她心中努力构建的美好世界开始慢慢坍塌 这让她变成了一个只知道愤怒和忧愁的孩子 我也让她变回以前那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 不再让怒怒主导小主人的情绪 乐乐必须要拼尽全身力气 从莫莉错综复杂的脑中世界回到大脑的总部主持大局 这部电影采用非常简洁和普通的手法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爱 导演利用它呢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将人类的主要情绪具体化成了几个导弹的小精灵 这就决定了这部动画的不同寻常 从本片中我们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人类情绪的变化 我们要尝试接受每一种情绪并学会去转化它 只有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成长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